普京首次揭露了俄乌两国的草迁和平协议 和平不会轻易到来 有了西方国家的支援 乌克兰还有更大的野心 各位好 欢迎来到新的日评 前一段时间 非洲代表团先后访问了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 对于他们提出了和平方案 紫连斯基是明确拒绝 而普京却表示了欢迎 与此同时 他还亮出了一份关键性的证据 首次向人揭露了更多和平的内幕 在过去三月份 俄乌双方曾在土耳其的斡旋之下 进行过和平谈判 双方也签署了草案 乌克兰承诺保持中立 不加入北约 并限制军队的人员和装备数量 同时俄罗斯也做出让步 放弃对基辅等地的进攻 但是在普京遵循承诺撤军之后 乌克兰方面却不承认这份协议 继续和俄罗斯对抗到底 所谓的和平草案 变成了一纸空文 普京的这一招 直接让乌克兰和西方国家 是猝不及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俄乌双方的和谈 究竟何时才会到来 首先草案的签署 原本就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俄乌双方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俄乌去年曾经签署了一份和平草案 既然双方都已经签字 那么就必定是做出了 很多的妥协和让步 在当时谁都没有料到 普京会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整个西方国家的反应 也显得是有些迟滞的 但是在北约的长年经营之下 乌克兰军队还是坚强的 扛住了第一波进攻 当时的俄军多点开花 从多个方向对乌克兰发动了进攻 甚至打进了该国首都的外围 但是接下来却是进攻受阻 想要在短时间内 占领乌克兰已经是不可能了 要是能够签署一份协议 换来对乌克兰的让步 那是最好的结果 而泽连斯基同样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俄军已经濒临城下 他只能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来争取西方国家的救援 而之后的行动已经证明 他确实赌对了 所以他才会文心的 签下了这个城下之盟 有了西方国家的大力援助之后 他立马就可以和俄军展开正面对抗 所以这并没有谁对谁错 原本双方都有着各自的利益需求 就算乌克兰做的有些不地道 但是在国家主权方面 也是无可厚非了 其次西方国家是乌克兰的救命稻草 俄冲突能达到今天 凭借乌克兰的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他背后的西方国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从冲突爆发之后 单单美国一个国家就已经累计 向该国提供了近4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而很多的欧洲国家甚至为此掏空了自己的武器库 现在的乌克兰军队 不仅有着各国各式先进的防空系统 德国的鲍二和英国的挑战者坦克也是越来越多 而未来美国的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以及F-16战机也会进入到战场 可以说西方国家就是乌克兰的救命稻草 而正是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之下 乌克兰才会屡屡拒绝和平的建议 因为泽连斯基始终认为 只要俄罗斯没有完全退出乌克兰的领土 和平就没有什么好谈的 在西方国家的支援之下 泽连斯基最大的心愿 就是将俄军彻底的赶出乌克兰的领土 最后乌克兰的野心也是很大的 他想借着西方国家之手彻底的征服战斗民族 其实乌克兰此前也提出了和平的建议 不过他们要求俄军完全撤军 并且交诸战争罪犯 最后还要在俄罗斯西部边境建立缓冲地带 显然在大量西方武器装备乌军之后 乌克兰也有了更大的底气 别看现在俄乌双方在前线的战事胶着 但是只要西方国家确保持续的装备更新和人员训练 那么他完全有可能借着西方国家的手彻底征服战斗民族 一劳永逸地解决俄罗斯势力对乌克兰的威胁和侵略 拒绝和谈既有泽连斯基的意思 同时也有西方国家的态度 反正总之来说 现在的乌克兰在西方国家的世界中 就是一个被值得同情的弱者 他们谁都不可能提出和谈 美国想要借着拖垮俄罗斯 而乌克兰希望收复自己的领土 并打败俄罗斯 所以不管普京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希望能够结束冲突 从现阶段来看都是徒劳的 俄乌双方的和谈会到来 但是时间还有点非常远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各位点赞转发 感谢您的精彩评论